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面對面,我是謝忠 我是古懷軒 你說宋局一代也會不會選 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OK 他們就算了,我想 真的嗎? 如果你說他不選 但是烽火四起的所謂的連署啊聲音啊都非常的大 陷阱聲不對 還有甚或副手人選是誰都說會浮上台面 包括親民黨發言人也有人證實說 對,九月十五號那天一定會有副手人選會出來 但是這不代表宋一定會參選 如果講到這個你說他還會選那就怪了 那一切都做成這樣子 但是最近那好像一切沒有什麼聲音 所以到底選過不選 因為這絕對會牽涉到藍綠版圖的一些的移轉 或是有人講說在未來2012的時候 對於很多人在選誰的時候 當然兩組或三組 最起碼現在所有的民調全部都在做三組人的一份候選 對,沒有錯 上次的最新的民調就看到說 這是出現了十到十六一個月之內 出現了上市的旗行 宋局一級就出現這樣的狀況 OK,好 可是我們發現最近的新聞 這幾天新聞都是 小英或是馬英九總統 他們在講說什麼兩岸 九二共事 都沒有宋楚瑜的聲音 就好像我們前一陣子 在講說 馬宋到底會不會 黃青合不合 然後就說小英都不知道跑哪裡去了 所以有人說 再這樣子激戰下去 宋楚瑜會不會就被邊緣化 或是他再不表明一些什麼樣的意圖 這樣一個民調 是不是就開始往下走 那宋楚瑜要怎麼樣去營造他自己 在整個國內政壇他想要表達的 不管是國事 然後其他這些想法 馬英九跟蔡英偉又會怎麼樣看待 宋楚瑜像這樣一個出招呢 其實國內政壇的紛紛擾擾以外 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全世界我們一直在講 全世界真的很怪 氣候的怪天 你在我們的節目裡面看過 最怪的是 原來美國華府還有紐約 是不地震的 不過隨時大家看的就是5.8地震 第一發生之後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當中 看整個就這樣倒下來了 不過大家會注意到 最後的新娘在奔跑 待會有新娘們 新娘們 新娘往反方向跑 新娘們 新娘們 美國的美東 包括紐約華府這些 這次地震以後大家還突然發現 原來他們100多年沒有地震過 所以他們一看到5點多的地震 全部都下呆了 待會我們節目的現場 會讓你看在網路上 最新的一些畫面 而且告訴你 動物他會有靈感的 他知道 什麼時候會發生一些異狀 為什麼 待會你看了這個畫面就知道 好 除了你說 美東發生這樣一個大地震 它代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而且美東非常重要 可能全世界最大的權力核心 是在那個地方 萬一發生任何狀況 美國總統該怎麼辦 他如果是在首府的時候 到底他們有一套 什麼樣的逃走的SOP的作業 這時候直升軍會下來接嗎 還是會到地堡裡面 美國有很多人都在見 所謂的超級地堡 那美國總統到底該往哪裡跑 除了美國總統以外 北韓的金正日 我前幾天我們在講北韓的時候 又講到一個新聞 北韓不是沒收了人家 南北韓合資的一個叫 金剛山的一個遊樂區 那價值好幾億美元 但是這沒有辦法完全解決一個問題 糧荒的問題 所以金正日 聽說他最近跑到俄國去 到俄羅斯 而且坐了四天的火車才到 金正日為什麼只坐火車 他不坐飛機 而且聽說他有一列隱形列車 什麼叫隱形列車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在中間發生一些什麼事 待會來賓會告訴你 其實全球怪天導致的一些結果 深入會做大幅度的遷徙 甚至有人講說 這跟外星人之間 會不會有其他的一些關聯性 有嗎 待會節目現場 來賓告訴你 來看一則一下 宋楚瑜決定參選2012總統大選了嗎 清明島內部傳出 宋楚瑜將會在9月15號 宣布副首人選 假如宋先生要參選總統的話 他勢必會在9月15號 或者是15號之前 他應當會推出副總統的候選人 因為中選會將在9月15號公佈 總統副總統選舉事項 從9月16號到20號 中選會要統計 根據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連署的指數 並從9月21號公佈被連署人 根據遊戲規則 宋楚瑜要選總統 就必須在連署書上 填上副首人選 都不是確定9月25號 只是因為在法令上規定 如果你要參與連署的話 你必須同時提出副總統人選 其實這是一個蠻不公平的規定 又不要跳下火坑參選總統 宋楚瑜還在傾聽人民的意見 宋楚瑜自己都還沒表態 要他省意當副首 顯然還言之過早 好趕快來介紹今天現場 歡迎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好我們現在介紹是 資訊媒體人陳高超 大家好 最後是資訊媒體人陳金蘭 大家好 最後是新聞工作者溫生 主持人好各位好 最後是台北市議員黃珊珊 主持人好大家好 最後是歷史學者周健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好 最後是政治學者田金莉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來珊珊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新民黨最近有什麼新的一些想法嗎 因為你一定聽到很多人會問你說 你們主席到底會不會選 有任何其他一些能夠讓觀眾 可以更明確知道 你知道大家最不喜歡的就是那種 不確定狀態 有沒有什麼可以讓觀眾可以知道說 他到底有什麼新的狀態 其實我想這個事情有一點 就像主席在節目上面有提過 他其實只有從零到一 那人家是籌備兩三年的時間的一個決定 你要他在一兩個月或三個月之內 做出相關的決定 其實是把整個的這個情況 當然是沒有辦法這麼快的做出決定 但是相對的是最近的媒體大概也在說 因為九月就要所謂連署表 然後要進行連署 那當然就說因為連署必須要有副手 所以就在討論說有沒有副手 那就我們的處理方式 第一當然如果 就黨的處理 他必須如果真的要做這個決定 他必須要做準備 並不能夠今天說明天就去跑去領表 後天就去辦連署 這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但是第二個是說 在九月十五號以前 你勢必要把這個副手跟相關的連署 你要確定 我相信在九月十五號以前 一定會做一個所謂選與不選的決定 那當然大家會說 你們是不是有留了一些伏筆 我覺得做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或者是說今天一個政治人物 要去訴求選民的支持 你必須要提出你具體的主張跟內容 而選不選當然是一個他的選擇跟選項 但是我選我為什麼選 我不選我為什麼不選 這些都是要跟選民交代清楚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說 如果你今天登記了連署了 假設連署了非常多人 這假設有幾十萬人 你如果最後沒有去登記 這幾十萬人的你怎麼交代 他會說你哪有當派販的感覺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ABC 我請你來連署我 然後我搞了半天我不去登記 對我們支持的民眾是沒有辦法交代 這一點是我們會慎重考慮的 不可當然 我們上次主席講的主觀意願客觀條件 那這個客觀條件是因為 本身法律有規定一定要有這個連署的作業 當然你不可能等他決定我們才來做準備 那做準備的這些工作 當然黨部或者是支持者們他們正在努力 但是重點還是說我決定了 我就會清楚的說我為什麼這樣做 但是就有關所謂連署之後的可能性 我覺得那個時候你很難去跟支持者交代 這一點我想應該是可以 所以以你個人立場 可不可以這樣說 以你個人立場覺得 如果你真的一旦發動連署了 這個就恐怕是要面臨走下去 這是一個承諾 就是說這次選舉你提出的訴求 這些民眾來支持你拿出身份證還要推上去 這個承諾是很重要的 OK 進來 因為今天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他要領表 然後領表就要所謂連署 因為連署不代表要登記參選 那這個新聞我覺得殺傷力非常大 意思他在玩假的 就是說你既然領表了 然後你又連署了 但是你參不參選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一階段我拿到了門票 第二階段我是不是正式進去看戲 或是我正式進去演戲這件事情 他把它兩階段處理 可是我覺得台灣社會 所以不太容許 這個黨 就是 蘇菊在這裡面講話講成這個樣子 然後再做這樣的決定 他一直跟他家講說我還沒有決定 我還沒有決定 大家可以同意他還沒有決定 當然 但是你那個領表的動作 還有那個連署的動作 因為他對於民眾來講 他必須要像剛剛黃三講 他必須要繳交到他的身份寸 我對你表達應該要有支持 在這個狀況下 你如果沒有去登記參選 你把這些人當什麼 我覺得那叫莊孝偉 台灣社會對他 上次我們看到遠見的調查裡面 他有一個信任度其實是非常低的 當然那個低很多人覺得說太離譜 才8點起 因為支持他大概有14 但是如果你在用這個方式來做處理 我覺得他整個誠信破產 那個不誠懇讓大家覺得很難容忍 如果你到底在搞什麼 台灣社會對你這樣攪動 攪動到最後你到底是怎樣 我覺得他必須在9月15號以前告訴大家 到底選還是不選 不選就不要去領表 也不要去連署 不要搞得這麼複雜 就是乾脆的跟大家講說 我就是不分區 或是我就是裸選 我帶著我的子弟兵 我們就衝立法院 做立法院黨團的這樣的處理 我就不跟你在後面在那邊 有啊沒啊沒啊有啊 他再去搞那個11月再來做這個處理 否則真的立法委員會被他搞死 到最後你前面這樣搞大家搞到之後 那我立法委員不可能再投你了 因為你前面把大家傳團轉在這邊 騙來騙去弄來弄去誰來誰去 我覺得台灣社會是不允許他做這個 可是既然你剛這樣講 你最近看到新聞譬如說 又有志工拿一個告訴你說 什麼118萬的什麼這樣一個連組 或是又有一些子弟兵到中選會去 有人用踢管就講說你要告訴我說 到底那個格式是怎麼樣 格式 也就是說那所有醞釀的氣氛 好像大家都這樣講了 接下來溫成哥 會不會變成說 你們大家搞得我老宋騎虎南下 就是你們都把場面做成這樣子 他走到台了 對我說不去好像感覺上都怪了 會不會變成最後是這樣 黃帝不是 黃帝不是急死太監 那抬轎子的人永遠會比坐轎子的人還急 因為畢竟這個共主啊 來的不容易 宋楚瑜好歹在公元2000年 他得到466萬票 他只差阿扁31萬票 要不然他就入主總統府 對阿 所以他這一批 市長減多貼的 不離不棄 我覺得相當難得 這個一個政治人物如果說 撕掉的舞台阿 很多都是鳥獸散 你說包括李登輝 當家做主12年 現在只剩下台聯 這麼一小會計而已 但我想宋楚瑜阿 他最後還是回到原點 聽他太太的話 趕快捲起來 陳萬水真的他 為什麼說波斯貓回去 好像馬上發聲明稿 我後來才發現 陳萬水養了4隻貓 家裡有4隻貓 什麼大貓的惹到貓阿 回去這個太太一定 怎麼波斯貓 所以我是認為 陳萬水他一直強調 他說這個命運 這個反論都明明自動安排好 OK 不可強求 所以聽不懂 接花我 所以如果這樣講 陳萬水你們會不會 就是說因為你們是區域立委提名人 為了不管是區域著想 或是說宋強或親密棒 你們整個這樣 你們會不會有人會跟 旁邊的這些支持者 或是每天在媒體上看到人講說 你們現在不要把動作搞得這麼大好不好 因為搞到最後變成騎虎難下 要不然就是整個黨的信譽上 像剛才金蘭獎的這麼嚴重的狀況 你們現在會不會有這個警惕 其實支持者他們的熱情一直是存在的 這個不是只有今天才發生 但是說因為可能有新聞的效果 因為之前他們在連署 可能沒有人去理他們 或者是也沒有人去趴 也沒有人去挑 也沒有人去採訪 他們也沒有機會把這個新聞變新聞 那當然去中選會這件事情 是我們剛剛講說 的確是需要釐清這個部分 當然主席還沒有決定之前 你都不可能說 我到最後一天我才來問清楚 我想任何一個 你去開一個公司 你要去問問我要怎麼登記 這是最基本的 但是理說支持者熱情存在 我相信我們還是很冷靜的在思考 也就是說 當然你不可能要求每個 那他有他的自由嘛 那我們有我們自己的選擇 這是當你在勸進 我如果重婚筒 只要有支持者 我就有可能重婚筒 就不用考慮什麼客觀條件啦